職場甩黑鍋 我覺得那個可能比搶功勞更嚴重 但是遇到了 遇到這種甩黑鍋的事件 你很難預防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是 如果遇到要背黑鍋的時候 他不希望自己背 因為自己背的話 可能會烤雞受影響 薪水受影響 或者是老闆對於你這個人 畫上一個問號 遇到了 還是要理性面對 我覺得最好的方法還是 要去找你的主管跟老闆 說清楚講明白 我覺得說清楚 解釋清楚這件事情很重要 但是你在說明跟解釋的時候 千萬不要用甩鍋給別人 一定是自己也有一點責任 預防背黑鍋這件事情 不管你身為主管也好 或者是你是這個團隊裡面的成員也好 今天這個任務下來 或者是這個指令下來 有沒有做好明確的分工 那大家能不能在那個paper上面 簽字畫壓 確定大家都很清楚知道這個任務 然後分工都很清楚 那包括你在執行的時候 你做到哪個段落了 你要不要有一個工作日子 你的工作日子 需不需要每個禮拜 或是每幾天給老闆看一下 請老闆畫個壓 簽個字 確定這個事情你已經完成了 我覺得時不時跟老闆或是上司做好溝通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 我們能不能把證據保全 避免我們被黑鍋 如果大家對於職場甩黑鍋事件 有什麼看法 請在評論區留言 我們一起來討論